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会让我这个床车睡得更加的舒服 但是唯一一点就是要破坏我这个座椅 那我现在就要找一个改装的地方去改装一下 出发吧 你这算我这算就好了 这是哪个东西给打一下 你现在这块 主要你这块这块荷吗 给它打一下 到下面这块给它打一下 搞到这儿 从这儿搞到这儿 就能下去了 这现在就这样烤着呢 把腿的顶着那么多 这片跟那样的 它俩都一样 不是 皮里面老 低点啊 最低点 那怎么回事 这个能调注意 煮的可以调注意 这是在这儿的 行的话就把它嘎一下 那这个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 我还能抬起来吗 还正常能用吗 不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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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不耽误 口不耽误 这边没有口气 这边口气 这边应该有口气 这边应该有口气 这是两边的呢 他不是说你那我还留不了 他就是多那么一块的碗 出啥时候他就那么设计 别车都能放 你就这个车放掉 你最近 整个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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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打 坐椅拆下来了 一会儿看看到底是怎么弄的 一会儿看看到底是怎么弄的 自己的菜 一会儿看 到底是怎么弄的 有一会儿看 这边要对面 有点 会儿感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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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呢这个座椅只能调到这样的程度 现在调完之后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能横水就好 之前呢没弄座椅的时候 这个是比这个高的 现在已经持平了 我打算呢整一张大板子 然后都给它铺上 铺上一个大床 这样睡觉的话会很舒服 现在呢还没有弄好 还差板子 弄好了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一个人在车里 这么来回睡空间 肯定是会够用的 而且还特别的余方 这样是很舒服的 空间也特别的大 这样的话我可以就来回翻身了